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我是你们的老司机西米 我今天又收到了一位村民的求助电话 叫我去帮他拉一辆车 在走之前先把我这辆汉马稍微简单的改装一下 因为我今天去的这个地方是雪地 比如放花链,还有一些维修工具 咱们都要带上一些 放置车辆半路抛锚 咱们还可以自救 好了,赶紧出发吧 他可能也等不及了 发动车子 再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这辆汉马的内饰 这辆车是五座的 旁边还可以坐一个妹子 在这寒冷的冬天 用汉马带着一个妹子在外面兜风 你说他会不会为我动心呢 也就是冰冻的动吧 轮胎上着防滑链 在这种冰冻路面上走还是挺稳的 暂时还没有出现那种打滑的现象 哎呀,咋回事啊 撞了什么东西啊 试试证明开车的时候不能东张西望 不能开小菜 这样的话就会出大事了 现在接着赶路吧 前面这也是一段比较烂的泥路 千万不要陷在里面 哎呦,话没说完呢 现在挂个低速档 这个辆真的是特别烂了 只是路面特别的颠簸 可以清晰的听到减震堂皇的声音 嘎吱嘎吱的响 这下场呢 居然有一段涉水路 不太能不能过去 试一把 尽量走一边吧 我把走中间陷下去 太麻烦了 还好是有惊无险 终于是爬过来的 但是好像这个地方有点困难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看他要用脚喷拉上去 还有这边有树 若是没有树的话 就有点麻烦大了 我们好像已经看到这辆车了 就在这里这个地方 是不是他 哦,是他 就是他 皇家BM17 先给他维修 他这辆车好像坏的有点严重 我拉他可能是有点困难 现在让他拉我 他用他这辆车拉我的小车 这样我们两个才有机位出去 要不然两个就卡在里面 哎,抱不上档位 哦,这个变速箱坏了 哎,又跳档了 又跳了,又跳了 再试一下 哎,又跳了 哦,这个变速箱坏了 已经修不好了 那只能把大哥叫来了 咱们就用大哥这辆车来拉 这辆车的马力比较大 还拉着一个专门用来拖车的拖箱 这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挺长的啊 这类似也是非常的硬朗 非常强悍的 全部都是仪表盘 虽然咱们什么都看不懂 不知道什么意思 很高端的样子 经过了一段长都跋涉 又到了这一段比较烂的路 但是对于这辆车来说 好像完全没有压力啊 这可能也是归用于他 这八个轮胎相当给亦 马力也是很足的 整个水路也是小case 由于这个地方的路段比较复杂 我先一辆量的拉出去 先把这辆汉马拖出去先 还是有一点困难这个地方 有点打滑 总算是出来了 把这辆汉马卸下来 我们把那辆大车装上来 我们总不能让客户走路是吧 我们得让客户坐车 先让他上 我们走路就行 来 皇家一号上来吧 来 皇家一号上来吧 哥背着你走 这可能要拉一下 这脚盘拉一下 拉可能有点拉得上 因为他前面那个拱出来一坨 就是前面保险杠的位置 拉的话就比较好上一点 还差一点 OK 可以 好 非常完美 走起 这辆特别烂 开一个低速挡 然后再把插助锁打开 这样的话就清算很多了 我现在驾驶这辆大家伙 叫做德里长脚牛4520 就是它的汽车的型号 它好像下面有几个型号 都是德里长脚牛的 这辆车动力还是蛮强的 这辆车动力还是蛮强的 所以跑的有点慢 路面都被我们撵出好到一个沟内 特别重 本身我这辆车也是属于重型的货车 又还拉得辆车 更重 总算是出来了 这里有一段小坡 好 冲上来 不对劲 好像轮子打滑了 路面截屏打滑了 刮个低速挡 打开插助锁 插助锁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特别是我们玩越野的时候 插助锁的开关的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 就经常会刷到一些 越野的一些视频 像我们国内的那个 H9 它就带插助锁 它那个越野性能就比较强 好了 我们终于是到家了 回家的感觉真好 今天又跑了一单 在明天还得继续 每天都是如此 对于我们货车司机来说 货车就是我们的铁饭碗 现在就要把这辆皇家给卸下来 那么今天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哎 你看 哎 我就知道要刮了 它的前保险杆突出来太远 这没办法 这不能怪 刮花了就刮花了吧 修一下就可以了 好 开到车库里 把它修一下 然后 简单的改装一下 哎 这些可以生机的 全把它给生了 虽然咱们不差钱啊 但有些东西 可要可无 接下来再给它换一个 比较艳丽的颜色 就这个吧 嗯行 好 全部改装完成 怎么样还可以吧 这个梢子特别符合它皇家的气质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Goodbye 还有记得给个关注 谢谢大家